这做了一天 就做了几百份 可真上上下班也做不了一千份呀 好啦 你别泄气嘛 咱们今天做不完的 明天继续做呗 明天做了今天怎么办呀 加起来又是一千份 这第一天我脚就起泡了 哼 怎么办呀 不管怎么样 李总愿意给我挽回的机会 再难我也必须做完 给你们买了一些热奶茶 你这也太客气了 给你个拥抱 那我走了 给我们留一杯啊 不是 都给我的 喝的完了 那我给小班拿过去 怎么样 累了一天了吧 辛苦了 不辛苦呢 李总 我先去把这些做完啊 好啊 对不起啊 李总 我刚才没站稳 今天没怎么吃东西 可能有点滴血糖 先喝点东西 不急着一会儿 谢谢李总 给我吧 就算是工作 也要注意身体 我可不想被人说 是压榨员工的恶魔啊 高阳 怎么了 我好像听到严厉的手机铃声了 是不是太紧张了 这个时间严厉怎么会出现在这呢 也对啊 可能是我出现幻听了吧 最近是有点累了 你好像还挺在乎严厉的 怎么可能 别开玩笑了 我就是被他一直管着太久了 所以听到跟他有关的 我全身汗毛就集体立正 真的 那话说回来 他真是你表哥吗 幸好不是 不然的话 我岂不是一辈子都摆脱不了他了 现在正好是吃饭时间 我带你去美食街看看吧 那边人多 看看能不能多发一点 好 走吧 我到底来这边干什么 来 工作怎么能这么辛苦呀 钱也没赚多少 劳心又劳力 想踏踏实实做点事 怎么这么难呢 不要 大小姐 欢迎来到人间 即使你是仙女 现在也下凡了 请慢慢适应啊 那天我见到严厉 真挺惊讶的 我以为他是一个中年油腻大叔 没想到像我这么帅 这么年轻 这么有形啊 他这个人啊 就是 金玉其外 凡人其中 喜怒无常 冷酷无情 我叫他表哥啊 那都是为了和他套机 近乎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呀 什么呀 看你眼睛亮 跟狼似的 就是我们俩吵架那天啊 我误解他个视频电话 后来我们吵完架我就走了 就彻底把这事给忘了 忘就忘吧 那就怎么办 这也许是个机会呢 是让严厉主动出面 帮李明彻澄清的机会 你这是异想天开 小崽啊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童话故事 叫做豌豆公主啊 就是讲啊 有一个公主 她虽然落难了 但是她依然非常娇诡 二十床押绒被下放一粒豌豆 都跟得她全身酸痛 一晚上都睡不着呢 你能明白这个故事的意义吗 不明白啊 你的意思是 这豌豆公主太胖了 把这个二十床羽绒被 都给压到底了 你才太胖了呢 小崽啊 我说 要不然今天 让我睡你床上吧 我跟你说 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着啊 我跟你说 我实在是不喜欢睡上 你要是想睡床 回盐里家睡去 在我这儿只能睡上吧 不可能 我可是很有骨气的 有骨气好呀 有骨气就可以睡沙发啊 是不是 我这沙发可舒服了 我也睡过 特别软 特别顺 来来来 好累啊 我去老王家睡了啊 晚安 别想睡我床上啊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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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 你知道方和子公司 这周末有过商务晚宴吗 是 这次是他们十周年的 纪念庆典 刚给我发来要去看 怎么了 你说DKK的罗布特会去吗 你是不是还在想着 帮我澄清这件事情呢 跟你说了 这件事情你不用放在心上 只要我们这次认真打好销售站 一样可以拿下DKK的 如果是严厉主动帮你解释呢 你是不是累糊涂了 严厉他为什么要帮我解释呢 严厉他为什么要帮我解释呢